我叫钟飞 1920年生于江苏省市鸿县 别人都说我走路见不如飞 其实这都是战争年代及刑局锻炼出来的 早在15岁那一年 我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无数次战斗 二十多年都是在行风血雨战场上度过的 对于死亡我是无所畏惧 战争结束后 我一直在不这样待兵 直到1980年立休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我与战时沙场战友们相比 我由幸脱了下来 这让我更加争取生命 热爱成活 人哪 只要换一口气 就多干点善事 送给别人 填满它 因为曾经担任过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在中非居住的片区内 很多人都尊称他为中部长 因为爱往年轻人堆里钻 有人呢也说他是老小孩 但是中非最爱的还是抗战老兵的称呼 在2015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 他作为老兵方队的一员 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如今虽然已经97岁高龄 但是他依然声如红中 行走如风 挨卖彩票会上网 那么在这位老人的身上都会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早晨六点钟 中非按照老习惯准时出门成练 抡长边是中老的一个爱好 虽然已经97岁了 但是抡起长边来 他一点都不逊责于年轻人 关心时事政治和老友畅谈国家大事 老人的晚年显示安逸 但是忧国忧民却从未停止 从屈辱战乱的年代一路走来 他更在意我们国家的点点滴滴 918事变爆发三年后的1934年 日军在中国东北成立了维满洲国 这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愤慨 那一年 15岁的中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这之后中非便跟随部队 在苏晚地区频频活动 打击日军 他对当年第一次端掉日军炮楼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夜晚 四个身影悄悄地向日军的一个炮楼靠近 爬进去 到他那个炮楼地 他也不知道 我们就开始在这儿滑了 和其他战友不同 中非的怀里抱着一个菜坛子 此时在炮楼的外围 早已埋伏了八路军的游击队 他们掩护中非四人 一方不测 等他发现了 他在那上头想打 我们已经往上啃了 他打不了 他不敢下来 如果他下来了 那么我外边部队有掩护力 我就急上等着你 你要下跌我我就打你 不久地道就挖好了 中非把菜坛子放到炮楼的正下方 这个坛子是做什么用的 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农村就是打兔子那个土药 土枪 土药 那个也弄了 装那个坛子里头 那也尾力挺大的 那你装了一坛子 那是何几时进来 撤离地道前 中非点燃了导火索 一声巨响 十多米高的炮楼 影声倒塌 我们实际有两个地方都是这样做的 在当年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 中非和他的战友们 就是这样想尽各种办法 消灭日本鬼子 上午八点钟 陈恋回来的钟老刚刚吃完早餐 便迎来了第一部客人 河南平鼎山军分区干修所的同志们 来看望他了 前几天坐了几天医院 有一个比较好的药啊 这个促成这个健康啊 在医院已经基本好了 你让他来不来吃辣椒呀 可以 钟老前几天有些不舒服 去了一趟医院 现在已经康复 虽然年事已高 但对于钟老来说 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 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战争年代 他早已经受过极为严酷的考验 如今在他的左腿上 还有一处手掌心大小的疤痕 那是1940年东 中非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 要求他们穿越日军的封锁线 去支援另一个部队 行军土中一条河流 阻挡了前行的道路 由于没有船只 他们只好汤水过河 然而 就当中非走到河中央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河里头 埋上这个铁丝网 一下就抓到我这个 这个小腿这个骨头啊 然后我就继续向前走 这一块连肉带皮啊 都陷掉了 为了不耽误部队行进的速度 中非强人的疼痛继续渡喝 当时部队里没有支血药品 他只能运凭鲜血流淡 那么到了队岸 都一两次 磕了胳膊 鼓了一次浓 鼓了一次浓 消失了 那么没有割成一个再割 割成一声疤的 胳膊呢 里头又是会浓 又是一包浓 所以说非常难受 小腿的伤痛时常困扰的中非 直到四年后 组织上派人去当时的敌战区上海 买了了四支美国进口的消炎药 606 然后打了几针 然后才痊愈 我叫中非 1920年生于江苏省市洪县 别人都说我走路 剑步如飞 其实呢 这都是战争年代及刑局锻炼出来的 早在15岁那年 我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无数次战斗 20多年 都是在行风血雨战场上度过的 对于死亡 我是无所委屈 战争结束后 我一直在古代亚带领 直到1980年历久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我与战时沙场战友们相比 我有幸活了下来 这让我更加珍惜生命 热爱生活 人啊 只要放一口气 就多干点 善事 送给别人 且麻烦 军女人声正在播出 朱飞 老兵 永不老 有人给中飞总结了这几年的生活 说他上网 遛狗 种花 喝酒 路见不平 该出手时就出手 每每听到 老人总是哈哈一笑说 生命在于运动 上网 观天下 遛狗 松骨筋 种花 养心性 喝酒 通气神 从脑力到体力 中飞都让他们时刻保持着运动的状态 老人总说 打仗 他会冲锋在前 离休了 他也要休息出个名堂来 上午是中老事情最多的时候 九点钟刚过 平顶山军分区干修所的年轻官兵 就围在中老身边 上革命传统教育课 这是离休后中飞一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一项事业 他经常深入到机关团体 学校 厂矿企业 监狱等单位 教育年轻人 在当地有着极好的社会影响 就给总老在一会儿聊聊以后 都感觉到死相当很凯朗 受到教育 受到欺罚 感觉从他这种谨慎 从抢灵弹衣走出来到 得待的人生 得待的现在各方面 都是我们知道我们学习的 1980年 中飞筹建了平顶山市 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特别对一些失足青年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中飞先后帮助多名失足青年找到了工作 他的教育和鼓励 让这些青年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 在认识中老的人中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他交口称赞 然而有一个人却持不同意见 从小到大就没有感受过 父亲的那种关怀和爱的感觉 离休前中老把所有心血都铺在工作上 离休后中老又投入到 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中 所以他忽略了对家人的关心 有一次我在医院检查 我说我的颈椎啊 骨质增生 还有腿是骨质增生 我就拿着骗子 又到这个干修所的卫生所 让医生帮我看看 后来好像他随后又跟去了 跟去了 我想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从那次起 大女儿明白了 其实父亲对家人的关心 是藏在心底里 只不过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都给予了别人 在女儿的眼中 老人生性倔强 从不示弱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从来不靠别人 要干一会儿事 凡他在医院期间输液干嘛的 有时候解手各方面 就是不想让别人把他看得特别老 特别就是无助 需要你们怎么怎么着 他觉得他不到倒下的那一刻 实在动不了 他好像觉得你有时候那个搀扶 他一甩手 走过枪林弹雨 历经沧桑 老兵不倒 这是抗战年代 留给中飞的军魂 1944年9月的一天 中飞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战斗 他所在的部队奉命 要去拦截祖籍日军一个连队 从驻地到祖籍地点 有140多里路 这相当于将近两个马拉松 长跑的赛程 然而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五个小时 只走还不行 不能说慢步走 快步走都不行 甚至于小跑 经过五个小时的急醒军 他们终于赶在日军之前 到达指定的祖籍地点 随着一声枪响 战斗大响了 那时中飞 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连指导员 他带领战士们 战据有利地形后 随即向日军开火 之前爬了一枪 这都没做得怎么样 那排长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以后 我就问了 那排长 咋来 他也不吭声 排长被子弹击中 然而此时中飞并不知道 子弹在穿透排长身体后 就钻进了他的膝盖里 我说我这鞋壳 怎么多睡一雷 就鞋都留在那个鞋壳里头 说着说这个 这个腿已经不行了 战斗从晚上九点多钟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 日军被全部歼灭 在夜战医院里 中飞膝盖里的子弹 被取了出来 从此以后 他的膝盖处 便留下了一个凹陷的疤痕 那时候医疗条件比较差 中飞腿上的两处伤 多年不遇 这一直困扰着他 直到解放战争后期 他的两处腿伤才基本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突破三八线 上甘陵等著名战役 1965年 中飞先后在河南开封 周口亭顶山军分区工作 这个叫银壳 这开白话 强啊 那地下都像地炭一样 成了红地炭啊 弄这么多啊 那受人打烟都闻得响啊 这遗远近百种的花花草草 是中飞离休后最得意的作品 其中大部分是他买出开会时 别人的馈赠 剪汁 浇水 松土 打理它们是老人最享受的时刻 虽年事已高 但中飞的头脑依然很清晰 思维完全不像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 这得意于他爱买彩票的特别喜好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 老人又中了不到两万块钱 但对于他来说 这只是一个小奖项 是哪一年呢 是一四年 八八七年 零三 就是十万 九七零三 就是老头 不是 前两天又不敢中了一个 都知道 就八公子可笑的小孩上学的都知道 都知道 能让人心控 还可睡喝 一件啥 就那种不公平的事儿的 他好好站着 他因为他收集是十分 哎 中奖了没有啊 中奖啊 不是老奖 晚上到了开奖的时间 中奖总会守在电脑旁边 等待开奖结果 二十号 没有 我看这 今天基本上 没中 所以说 其实中奖买彩票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脑力 防止老年痴呆 因为彩票是由一串串数字组成 每次中奖都会推算这些数字 让大脑运动起来 2015年 从阅兵场上回来后 中奖找人制作了一本画册 在画册的开篇 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今年九十六岁了 趁着耳朵聋 眼不瞎的空闲 把自己现存的奖章 证书 文字资料 整理一下 集成册子 算作荣马一生的纪念吧 我无意教育别人 只是对自己内心无愧的成长回顾 这个周到这个时候了 学到这个地方了 绝对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了 就像流水帐一样 从一心报国的游击少年 到陆战沙场的共和国老兵 无数次腥风血雨的洗礼 无数次生死伤痛的考验 前半生紧搁铁马 后半生闪失教化 中非老人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军队 祖国和人民 战争需要勇猛去政府 事业需要热情去开头 临行之前 老人送给我们一本画册 落款处的名字是 抗战老兵中非 如今中非腿脚虽然大不如前了 听力也有所下降 但是他爱打抱不平的习惯没有变 常常帮助小商小贩排除步伐干扰 帮助受委屈的人伸张正义 老人说 只要他的脑袋还好使 说话还可以 他就会永远像战士一样战斗下去 我们在这里也祝愿老人身体健康 晚年幸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从普通战士到支队长 他从来不善言辞 只用行动说话 从训练场到反恐战场 他不计个人安危 只知向前冲锋 军旅人生下期问引不出 网刚 看我的 跟我来